每个人,都是一无所知地诞生在世界上,被周遭的一切,不由分说地推上了人生的旅途。 随着时间流逝,我们渐渐告别懵懂,观察,学习,向自己的内心不断确认,此生,究竟要做一个怎样的人。 有时我们足够幸运,有粮食亦有相伴同行。 有时我们只能独自摸索,沉默地去承担命运的重量。 有些人和事,他们无疑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但只要我们还能感受到,那一缕萦绕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清风, 我们就仍然可以成为,儿时梦中,那个独一无二,心向往之的自己。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尤兰戴尔来说,她曾经针对这两个问题得出过一份答案。 而现在,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对于《崩坏3》编剧组来说,尤兰戴尔是一个有些特殊的角色。 她是一个开服就存在于背景设定中的人物。 但直到今天,她完整的身世才在剧情里水落石出。 在准备了五年之后,我们也终于像这样有机会讲述关于她的创作故事。 在过去的很多主线章节中,尤兰戴尔或多或少都站在了玩家视角的对立面。 但是《崩坏3》不是一个简单的正邪相争的故事。 在这幅漫长的画卷上,有时候,正义的对立面不是邪恶,而是另一种正义。 具体到Kiana和尤兰戴尔的身上,我们想和玩家一起探讨的是两个底色相近的人, 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下,会各自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秉持自己的初心。 从疗养院直到天命总部,尤兰戴尔的成长环境在一开始就不断强化着她的内蓄力, 促使她专心一意地努力变强。 在这个相对顺遂却又充满了压力的环境当中, 一个风风火火,乍乍乎乎,甚至还有一点虚荣心的要强女孩, 以步步成长为一个除边不惊的成熟战士。 而她效力的天命总部,又是一个古老的组织, 在那里荣耀和黑暗始终相伴相生。 身为这个职场的一份子, 尤兰戴尔自然也需要去面对形形色色的这类矛盾。 不过,无论如何, 尤兰戴尔并没有被这些历史问题所束缚住。 她始终迈步向前, 诚实地接受着关于自身的一切, 并把他们悉数内化为最强自己的一部分。 要怎么在初期的概念设计中, 就体现出这个最强形态的内涵。 抱着这样的疑问, 我们首先要追溯的是这个形态下, 幽兰戴尔力量的来源。 一是卡斯拉纳家族所代表的崩坏兽的力量, 二是沙尼亚他家族所代表的圣血的力量。 前者意味着强大破坏, 后者则是接纳和进化, 就像事物的两时。 很快我们就萌发了以一黑一白作为象征的创意。 一黑一白两种力量的博弈融合, 正对应着围棋当中天元的概念。 天元是整个棋盘的对称中心, 代表了黑棋与白棋之间的对立和统一。 在我们眼中, 天元这个词汇恰如其分地传达了 尤兰戴尔身上的独特魅力。 在如今的尤兰戴尔身上, 两种截然不同的圣狠之力。 卡斯拉纳的人为崩落, 和沙尼亚特的圣血近况, 他们不再彼此抵消, 而是同时活跃相得益彰。 他正像一名驾驭了猎马的骑士, 把每一份力量都统合在了新的共同体之下。 我们想让玩家在这套装甲里, 看到他之前所有战斗方式的影子。 而这是一个形态远不足以承载的。 在设计的初期, 我们现有了做骑士形态的想法, 让容光对应骑士形态的冲锋。 跃破的顿反玩法, 给了我们做卫士形态的灵感。 星矛, 则启发了我们将铠甲转换为战马, 完成形态的切换。 骑士与卫士双形态的概念就此成形了。 我们把卡斯兰娜血脉的力量融入尤兰戴尔的盾, 并给它设计成了翅膀的造型。 这暗示着瘦的寓意。 翅膀上蓝色的能量, 背后尖锐的黑色骨骼结构, 也暗示着这股能量的危险和强大。 在使用沙尼亚特之力之后, 黑色的装甲逐渐剥落, 组成了微风凛凛的战马。 马的身上还能看到部分黑色甲皱的细节。 这个形态其实更具神圣感。 它总体由柔和的白金色, 轻便的披风, 白色的羽毛装饰构成。 相较之前的黑色战甲, 它显得更加的柔和。 当然柔和并不是弱小, 我们可以从白金色渐变的发纹, 察觉到那股力量的觉醒。 要体现天原起因的确切内涵, 就必须让这个角色同时拥有两种可以自如切换的战斗形态。 抛快工作量翻倍的问题, 最困难的是如何让骑士驾驭它的战马。 《崩坏3》是一个战斗节奏很快的游戏。 我们既要保证马的生物性, 又要适应游戏的战斗节奏和底层逻辑。 这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几乎找不到成熟的参考。 但是退缩不是我们的风格, 就像幽兰戴尔将它的历练融汇进了这套装甲。 我们一直以来的技术积累, 就是为了等待某天新挑战的到来。 这一次我们觉得时候到了。 天原骑鹰巨大的工作量和制作难度, 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的挑战。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崩坏3》中做角色的四足骑程。 为了让玩家有更好的用户体验, 仅仅是骑兵的移动方式, 我们就足足做了四种。 慢跑、快跑、冲锋和走路。 在骑士形态的制作中, 我们希望马能够真正的参与到攻击中去, 而不是仅仅是代步工具。 所以根据现实中马的特性, 我们做了很多富有意思的动作, 比如说马力、转身后踢等。 又比如, 我们也没有用简单的马下落踩地攻击来举弯, 而是利用马从空中往下冲的力度和惯性, 来增加角色刺出长枪的重量感。 让角色的攻击和马的冲刺相配可, 来展现出特殊与骑士的张力。 我们还变革了优兰戴尔标志性的投机动作, 缩短了投机时长, 让天原琴拥有更加紧凑的投机体验。 小投机突出简洁迅速, 大投机突出力量感。 在打到大型怪物的时候, 配合一段强有力的冲刺, 为开破蓄力来实现更加强烈的打击。 在玩法上, 我们也进行了新的尝试。 以往崩坏三里的武器技大多是释放单一技能, 有很长的CD。 在手游按键资源稀缺的现状下是一种浪费。 这一次我们尝试将武器技融入角色的连段, 用冷兵器搭配火器, 让玩法更加有趣和多样化。 按照定位, 两个形态并不存在绝对的强弱差异。 骑士形态的战斗体验是通过持续移动作战和冲击力, 来对付一些高机动性的敌人。 而卫士形态更注重博弈与对抗, 在应对一些侵略性比较强的敌人时更加有效。 玩家可以选择一直用单一形态进行作战, 也可以通过形态切换, 去尝试更加丰富的战斗策略。 在制作的过程中, 如何平衡骑士形态与卫士形态的表现, 也是我们遇到的难点之一。 因为骑士形态自带一匹体型巨大的马, 单从视觉效果上来说, 它就会比卫士形态要强眼一些。 因此,我们给卫士形态设计了很多不同的动作。 单从分支攻击来说, 它就有盾反后开炮, 盾反后普通攻击, 盾反后蓄力, 以及盾反后强力蓄力等不同的表现。 配合上我们的特效以及镜头, 使得骑士形态和卫士形态可以一起并驾齐驱, 完整地构成我们天元奇音。 天元奇音是我们崩坏3在制作角色上的又一次突破, 他第一次在角色上实现了两种形态的并存和切换, 使得骑士能够真正的驾驭战马。 她是原本的齐安娜,齐格菲和塞西里亚的亲生女儿。 她更是如今的比安卡, 凭借自己的意志成为天命最强的女武神, 不屈不饶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从荣光、岳阔、星毛载到天元奇音, 我们希望玩家能够看到她过去的影子, 看到她战斗方式的融会, 她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 是能够适应任何作战环境的最强形态。 但她的强大并不是凭空造就的, 这全都来源于她最基础的战斗方式和基本功。 这也是天元其中的一层含义。 无论何时, 身负使命的人都必须不断努力, 不断变强。 天元在数学中有未知数的含义, 而在围棋当中, 天元也属于绝对的冷门开局, 被认为只有人工智能才能驾驭她的无穷变化。 但无论是幽兰戴尔, 还是沃尔特·乔伊斯, 我们最终都是想借他们的身影去说明, 做好身边一点一滴的事, 就是对不忘初心的最好注解, 就是拓展人生价值的真正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行着的他们, 会以自己的信念聚集起身边的同伴, 并将这种意志传递给并肩作战的每一个人, 随着幽兰戴尔以天元其英的形象到来。 他忠实的战友利塔, 也将以新的身姿与她并肩作战。 作为最初感受到她的意志, 并且把这份意志传递给不灭之刃大家的人, 利塔将把缭乱星级化为她手中最规律的丰刃。 关于利塔和她的更多故事, 大家也将在之后的相关内容中逐渐了解。 在随后的主线剧情中, 奥托相关的故事, 就要在最后的高潮中落下帷幕。 而圣痕所蕴藏的力量, 也藉由幽兰戴尔的觉醒露出了冰山一角。 在未来的剧情中, 我们将会看到天元奇音与圣痕计划之间的潜在联系。 而到那时, 崩坏三的主线故事也将翻开决定性的一页。 让我们一同见证那个人类战胜崩坏的时刻。 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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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绝对了沙方传统的重渠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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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